撒嬌,台語安爬寫,我是丹世明 漢語行音語,只要用藝術來生,台語漢語就造出來 很多人,漢語漢語是用音在找你 其實,你不必用音找你,你只要用藝術找你 那裡就造出來,很簡單 以義早智,而非以音,我們要用藝術來找你,不是用音 比如說,杯子,杯子我們台語說杯子,因為呃就是子 而這個漢語也用阿,我們也用阿 就是我們台語說它不是阿,所以現在你不太亂七八糟 其實這個兒,他念著海里的梨,也可以念著阿 梨是特色人在念的,阿是民間在念的 這樣你可以嗎? 至於牛仔褲那裡子,牛仔褲那裡子 那裡是當年人在轉用的,那不是我們轉用的梨 所以杯子就是杯子 好,那這個杯跟歐,你可以把杯跟歐這兩個字把它打到Google裡面去 一定會有文獻,為什麼?因為杯就是歐的意思 古代的浙江一帶叫東歐 這樣你知道什麼意思的嗎? 這三個名詞指的是相同的東西 我意思就是說,不同的民族雖然名詞不一樣 它指的一定是相同的東西 所以我們說一定要用以義來找字,而不是以音來找字 這樣你懂我的意思了嗎? 你看英文要翻成中文也是翻成同義字 絕對不會翻成同英字 阿天你有了解嗎? 你如果還聽不懂,你不會學台語了 不然你只會來亂我們的台語界漢語而已 撒嬌,台灣民人的發音不是 撒嬌,撒嬌,可是嬌不是在一起的 嬌弟弟的嬌就不是在一起的 所以一定有另外一例,叫做撒嬌 我們來先看這個撒,撒是什麼意思? 吉韻他說三個切因撒,撒滿教的撒 撒之也,撒就是撒,撒出去就是把它撒出去 阿就是把它放出去 所以撒有撒的意思,有放的意思 那在政治通裡面,他說金屬云撒手 撒手就是離開人世間,撒手人寰 或是放開手的意思 撒坡,他皆用撒,放的意思 可是我們台語很少會用撒 只有在撒嬌這邊,會用到這個撒 會用到這個撒嬌的撒 其他地方,我們很少會用這個字 我們用放就好了 放開啦,放開,放手啦 我們不會去用撒手 這是特色人在用的意思 那這個撒嬌和他如何? 這個撒一定有一個同意字,叫做撒的 那這個撒的同意字 我們再來看他的同意字 有倒幾例,你就知道 撒嬌,撒嬌,撒就是撒的意思 因為撒嬌,撒嬌,撒就是打扮得很漂亮 所以撒嬌,撒嬌,撒就是打扮得很漂亮 所以撒嬌,撒嬌,撒嬌就是撒嬌 撒嬌,撒嬌,撒嬌,撒嬌 撒嬌就是我們說的撒嬌,撒嬌,撒嬌 撒嬌的嬌就是撒嬌的意思 撒嬌,撒嬌 撒嬌也可以是嬌妹的嬌 嬌妹,嬌妹,嬌妹 那這個嬌呢?也可以是 捂妹的捂,捂妹捂妹 所以有這個捂妹娘,捂妹娘 就是撒嬌,撒嬌的意思 这个胶,又还有另外一个,叫做赖 赖这个,我们台义的八卫音,它念着赖 就是一个记载,甘字典有记载,它叫做赖 赖这个念着赖 所以很多人搞不清楚,到底要安装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很多音,到底要念什么音 其实透过同义副词,看着交的同义字里面,最接近的那个音 赖这个字,后面那个韵母的地方相同,那个就是赖 这个三的,它有三的音,三,三,三 它有一天很多音,这里有三的音,你注意看 三伯,三奈,刷盐,刷盐,刷盐 刷盐就是刷盐,我们在煮菜汤的时候要刷盐,刷盐 把盐押下去,押到菜汤里面,这个是刷 刷跟赖结合在一起,叫做刷盐,刷盐 所以,文献里面都有啊,文献在刷盐里面,刷盐 卷三,卖油郎,独葬花魁 你撒赖便怕你不成,就是死了也废得我几两银子 不为大事,其实这里你如果念国语的话,它就是耍赖了 啊,其实刷盐本身就有耍赖的意思啦 比如说,女儿跟爸爸撒,撒娇要买个iPhone 爸爸,你给我买iPhone啦,一支也要三万多块而已 哎,三万多块对爸爸来说,很多的啊 爸爸都用的ASUS的手机,结果 他说,女儿子的女儿要用iPhone,他就耍赖了 耍赖,他用婴生燕合来耍赖,那叫做Signite 所以,我们经常在说,一个看你,你要用特色音量一个意思 用表位音量一个意思,这叫做以音别意,就是这样 Signite, Signite在这里,你再看另外一个 徐文胜知道这婆娘很会撒赖 不想惹他,装着没听见 他知道这个婆娘很会撒赖啦 你要用表位音量就很会撒赖啦 没想要撒他啦,你待会再来啊 哎哟,老公,你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他就是用女人柔情似水的公式 男人就受不了啦 受不了啦,你就是要买iPhone,要买包包 通通去买,通通去买啦 男人会觉得很烦啦 所以Signite是很有用的啊 Signite就好了啊 老公,我们来到ayedcなiPhone,你买这部包包好か 谈我好掰掰 当然也好 你要氣 Лو,旁邊那边有人看民主问题 买买买买买买,我也自己摆打开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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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同意附识的规则,同意附识的规则 那撒交等于撒LINE 那有交跟LINE的同意附识的文献吗? 我们要把它证明出来啊 Google告诉我们 Google在造子放量职场横者走 这个徐世军这个人写的这本书里面 就有这句话 当我听到他对我的所谓告发 我发觉他对我已经 没有了对亲生父亲一般的交类 这件事让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失败了 交就是类的意思 所以他把交类 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 我们乍看之下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两个字竟然一起出现 这叫做同意附识 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从头到尾一直在解释 同意附识这件概念 它绝对不是假的 它是真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台语的白读跟台语的文读 它是两套不同的汉字 但是它是同意识的关系 这个交是读书人的词 类是白话民间的汉识 这样知道了吗? 这就是我的同意附识的规则 所以撒娇 台湾名南语叫做撒赖 叫撒赖 撒赖 一切回归到字语 台语汉字就浮现了 你不能再用音来找你 音是辅助的 它不是绝对的 但是你用汉语的语书去找 你这个同意识 如果还有这个 一定会找到一个 很接近那个 不一定同音 很接近而已 赖赖赖 就很适合 那就是台语汉语 你知道吗? 你如果用康熙字典去切音 我来说你切到死 你都找不到 你都没那 让你切得很准 在那里 意思不一样 音效不一样 简报完毕 谢谢 多谢罗蓝 我是男生的名字